委員,那怎麼看現在最新的民調,柯文哲是到了第一名來贊贊 但是柯文哲昨天在起播說,他有說說他不信的理要 他說他願不代肯到本質史,增加本質史,怎麼看這個問題 我想柯文哲主席是一個非常理性務實講求數據管理的一個領導者 所以對他來講,這樣子的一個民調的一個起伏 他都是以平常心來看待 那他也時常的跟我們大家分享 就是說我們對於選民,對於國人來講 還是這個按部就班,意不意區的 來去把我們相關的工作做好 那整個選戰照著我們的節奏,爭取最多選民的一個認同 那我們都知道,其實從1996年總統直選 2000年之後,藍綠各自政黨輪替了兩次 其實整個這近30年來 我們的國家因為兩黨政治的關係 造成國家的空轉,造成產業的內耗 造成意識形態的分裂 甚至我們的國家已經成為一個分裂的國家 那非常多年輕跟中間的選民 其實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態勢已經覺得非常的厭惡 所以當台灣民眾黨跟柯文哲的出現 其實對於很多國人來說 他是一個新的選擇 他是一個新的希望 也是代表一個新的政治文化的推動 所以我想民調高高低低 而且都有它的一個機構效應 這個都是可以作為參考 但是最重要的是還是要在過程中 這個講實話做實事 我想台灣不缺發現問題的人 他需要的是解決問題的人 我們還是會一步一驅如履薄冰的暗部 向前爭取最大的一個支持 團結台灣聯合政府 我們希望能夠朝這樣的目標來去邁進 謝謝 那會不會認為未來民進黨自然會變成大顆或大紅 我想從近期的事件跟輿論的風向看得出來 民進黨對於這個民眾黨的攻擊 一定會陸陸續續的這個越來越激烈 我想這個都是可以預期的 所以我想我們在這方面的一個相關的 輿論上的攻擊 我們也都要做好最好的準備跟最壞的打算 那這個部分確實現在看得出來 民進黨整個選戰的策略 一定會來去做調整 那未來我們會遭受到的攻擊 也會越來越多 但是我們必須要說 經過了民進黨這八年 不管說是透過數字大內宣的一個治國 還是說對意識形態的攻擊 還有網軍的一個操作 其實很多的人民已經他的意識已經覺醒了 他也慢慢會識別這樣子的一個訊息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想2024還是考驗著我們大家的一個 台灣的一個新的一個分岔路 我想選民會做出最好的選擇 好 OK嗎 好 謝謝 現在TVBS最新民調柯文哲主席 他的民調是排名第一超越賴清德 有沒有信心繼續維持到選前 我覺得是戰戰兢兢一步一腳印的繼續走下去 因為接下來一定是綠營的側翼一定會瘋狂的攻擊柯文哲 所以這件事情已經是可預期的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做好準備 請教一下見黃三三去見的余美人 是兩邊有要來合作嗎 其實區域立委的這個提名應該在六月底左右 黨這邊會有一個完整的結論 那相信選決會這邊會有一個結論之後 我們就完全尊重選決會的提名機制 市長我們請教 就是說今天零傳媒有一個民調 那個民調就是賴清德37 那您是31 那佛友宜是21 那這個民調有一個意義就是說 你第一次超過三成 而且拉開跟佛友宜的距離 那你對這個民調有什麼看法 民調跟民調一樣 所以每天就做開做的事情就好 所以每天就聽那個民調感 那未來會不會再找我們那個郭台銘先生做一個後續的聯繫跟 我跟他有其實他 我跟他聯繫都不缺 因為他有時候是因為他會發錢去 自然就好 自然就好 對 最方便差不多 主席目前有一些國民黨尋求支持 支持您這邊 然後有沒有未來有沒有什麼計畫 更拓大來去吸引這些民黨的這些支持 原則上是這樣 所以 當然郭文區立委就各自政黨 票各自武力 那區域地位是怎樣 如果我們有低迷的地方當然是支持我們低迷的人 那如果我們沒有低迷的地方 我們就看 各門裡面比較接近的說可以 這可以談得很久了 市長 我們那個代替台北同業那個法文了 就是 鄉孝康有說 黃國昌不認同台灣死刑的制度 那您邀請他當法務部長是代表自行貴死 這裏先講個話說可以 貴死在台灣是一個極措的問題 因為在台灣 鄉孟康就從來沒有一個像 需要認為 支持自用死刑的比例這麼高 但因為民家做起來都在八十不剩左右 所以老實講 這個 在中國歷史上 你知道喔 從以前到現在 從漢高股油幫景寬中 移民計劃三三開始你知道嗎 這個傷人幾道幾罪 殺人得死 所以這個 這個死刑的這種概念 在整個華盈文化圈裡面 認證的意思 所以是這樣啦喔 如果要不執行死刑 那就要完整的配套措施 就正面要忠誠賤進 這個我也知道 因為我去過歐洲 歐盟的一些議員一直在跟我講說 你看臺灣怎麼還有死刑 那這個就是 文化上的差異嘛 所以這條答案是這樣子 如果要不執行死刑 那就要配套措施 總之要在人民的期望跟世界朝有之間去一個平衡 我這條是有標準答案的 你目前民調第一次超過三成 第二民調 都講過啦 民調就是這樣啦 跟股票一樣 反正你就看一看就好 剩下該做的事情不是這樣啦 我跟你講民調啊 投票那天高才有用啊 其他那天高有什麼用 還有那個民進黨的立委林一錦逼平說 你找黃國昌當法務部長 是威權意識形態無所遁形的理由 那請黃國昌去當法務部長跟威權意識 現在有什麼關係 我不曉得 這邏輯 因為不怕理解他的邏輯 所以不怕回答 那同樣也是代替媒體朋友提問說 就是你在仲慶論壇表示說 央網軍每年挑戰打大陸 有人說這是一個瘋子戰法 會讓廣中實惠之位 怎麼看上說法 沒有 我跟你講喔 我真的去過以色列 那以色列政府當時也有示範 你知道喔 那個廣軍的計畫 其實我在當臺北市長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在 牛輪公宅旁邊那個叫 其實我數位那個圓區嘛 其實有一棟大樓就是 台灣跟以色列合作的人 因為這裡沒有三棟 其實都有一棟大樓跟以色列合作 其實裡面就是在做主席市長 對 自然本來就是一個需要 需要注意的 事實上我去美國的時候也有 私底下去拜訪那個大巢 這個自動軍大巢 我在討論說 因為二部戰爭給我們很多的啟示 所以二部戰爭那個 那個資安怎麼打仗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 我們有在關注 台灣本來就是自動軍大國 所以要發展這個 不要叫網軍 應該叫資安團隊 這本來就是台灣的優勢 所以這個應該要 其實政府應該花更多錢在這一方面 好 那我們今天連房就 請 等一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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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